教堂,尤其四年充滿的教堂,親近神和外面是不同的 或者去到邪靈的領域,例如廟宇之類的地方 到底是這麼大分別呢? 我自己來說,我覺得有分別,不過不是這麼大分別 因為我去到哪裡都好,我一想耶穌,聖靈已經湧流 所以我們學到那個靈的禱告,是用長時間去做 做到的時候,什麼情況都可以 譬如,一個情況就是,如果彎身拆磚,身體通常比較辛苦 彎身拆磚,我都可以一路愛護神,聖靈喜樂充滿 這個就是我們做慣了,我自己做的時候,我起初就是這樣的 在我經歷聖年的時候,我也有參加聖靈充滿的聚會 而我參加的,我不是任何參加 我參加的是追求更加學無神,愛無神,聖靈更大充滿的 那我就開始發覺,在祈禱的時候,它會有身體的反應 身體會震,我到今天都有的 那我震的時候,我就很自然地用了這東西幫我 那怎麼樣呢?當我,初初我不懂得用那個 就是這樣去分辨我靈的 我當時,初初我也在找一個位置 但我有一個方法,就是叫耶穌 因為叫一個人比較容易,親的神 多謝耶穌,多謝耶穌,阿里路耶,多謝耶穌 就是很全心地叫 那我發覺我一叫,它的能力就過了 就是身體會震 那我就跟著這樣 那譬如有一次,我又一叫,馬上撞一撞 那些能力流過 那後來我見你起落,一掉就馬上起落 那我就覺得很好,馬上有反應 那我就繼續這樣做 我繼續這樣做,我就發覺我 那我隨時隨地可以做到 那然後我後來呢,就做到什麼 我不用叫的 那個心,就是找到那個方法 那個心,為什麼一喜歡 立即,那些氣落就湧出來 那當我做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發覺,無論多吵 旁邊有多吵 就是走過廟 我一路,我就會一路四年充滿 我不管它,就是 廟就好,什麼都好 我走過,就一直走 這個就是我們不能夠 因為神是隨時勝過這些一切的 魔鬼根本是勝過的 那所以呢,我就對於 蘇聯爭戰,我跟很多人看過不同 那以忽所書講到 怎樣穿戴這個全虎軍裝呢 就是真理,公義,信德 這個福音霞,救恩的頭盔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還有呢,隨時多方討告 都是 同神關係 就不是 對抗魔鬼了 我不反對對抗魔鬼 我說邪靈也是對抗魔鬼 但是呢,我覺得祈禱主要是對神 就不是好像,有些人就會這樣 60%對神 40%對邪靈,奉耶穌命 邪靈要走 奉耶穌命這個地區的邪靈 黃大仙的邪靈 觀音的邪靈去走 他用了很多時間 去趕魔鬼 那一部分時間就是 他親近神 但是聖經是沒有這樣說的 我主要說我看到聖經是沒有這樣說的 那些人做我又不反對 不過我就覺得我不用這樣做 但是我會有時這樣做 我走過廟 但是呢,我又覺得 走完那些人又拜 走完又回來 就是他不會長久離開 所以我不會用很多時間在這方面上 而聖經是沒有這件事 就算保羅去到以弗所那裡 他有那些 就是那些偶像 那些整神鵝的人 就在那裡敵對他 他沒有聖經也沒有說到 那他就奉耶穌命 那些邪靈快走 那他又沒有這樣祈禱 就是我看不到聖經的記作 所以我覺得 如果神是想我們這樣做 應該有紫善的 所以我覺得 最主要是親近神 而我說了四年充滿 我就不是主要求四年充滿 我是覺得 深信神的愛又愛無神 這個與神關係密切 就最有四年充滿 我就不是求的 我多數沒有求 我沒有求四年充滿我 但是有沒有有時候說一句 有 我有時候也會的 有四年充滿他 我會這樣說 但是我用多些時間來講 愛無神 多謝耶穌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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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為 因為我曾經都粗 是